香港油麻地左顿一带地区持续爆发疫情 1月23日凌晨4时 香港特区政府宣告 将区内约5万平方米的片区化为受限区域 要求区内人士需留家接受强制检测 目标在48小时内完成行动 1月24日是封区的第二天 中心设计者在左顿油麻地一带看到 区内街道已基本没有民众走动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大部分区内居民已完成检测 但仍有约两至三千名居民去向不明 他们本身预计这个范围里面 大概是有一万人左右的 到现在相信他们都猜 大概有二千至三千人不在这个小区里面 但其实法例是涵盖了的 就是说如果过去14天里面 曾经在这个维封的范围里面 逗留过超过两个小时 其实都是受着今次的公告令 是概括的 如果他们只是走了出去 不做检测 最终政府追到他们住在这个范围里面 其实已经是涉嫌违法的 区里面很多都是劏房 或者是租户离 其实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 即使你今天做了一个登记 可能隔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整个人口统计都不同 其实真是唯有勸喻 那些真是离开了这一区 不该真是为我们香港的情况着想 因为如果他走了去其他区 其实有机会是将病毒 扩散开去的 前实务及卫生局政治助理 前立法会议员陈凯欣向记者介绍 此次围封区域内的建筑多维老式堂楼 其中多数为汤房户 存在喉管胡乱接驳 卫生状况较差等问题 这也是此次群组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 现在看到围封的范围 其实这一区这几条街的特色 就是很多都是楼龄比较久的唐楼 而且是没有管理的公司去管理 也没有业主立网法团 很多都是劏房户 所以如果某座大厦里面有人确诊的话 其实你在这一区就比较少见到 整栋大厦去清洁消毒 另一件事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由于可能很多都是分租的劏房 劏房是他们变了很多间房 自己又加装一些独立的厕所 甚至乎是厨房 所以有不少其实可能在大厦里面的单位 那个结构或者喉管是有胡乱接驳的情况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堂楼 所以那些垃圾桶 多数都是放在那条楼梯外面的 如果没有盖的话 也会影响整栋楼的环境卫生 陈凯欣表示 针对区内一些卫生状况不理想的就是楼宇 除强制检测外 还应配合紧急撤离措施 尽快切断病毒传播链 如果他们发现有一些这样的旧式的楼 而又未找到共同感染源头的时候 除了强制检测 我自己认为 应该是要配合这个撤离的安排才最妥事 即可行动快些 现在不是变成几条街 夹来的数字是超过160宗的个案 才来做一个遗风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有点迟的 所以如果下次要快些 就是每栋大厦就是要即时 真的要上楼帮他们做 不是就这样劝语他们去检测中心或者检测车 而是要上楼逐家逐户泊门 这个也是仿效了内地的做法